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探奇录 本期的探奇录要讲的是 2016年日本白衣天使杀人案 2016年夏天的时候 日本横滨市的大口医院接连发生离奇死亡事件 据院长的回忆 自夏天以来每天都有患者死亡 大概三个月间死了将近50人 一开始怀疑是不是医院内有什么感染 还进行了全院的检查 但是没有发现任何问题 因为持续死人 医院甚至流传起了诅咒的传闻 当时有一个护士回忆 太诡异了 最开始是一天死一个 然后变成一天死三个 再后来一天死五个 大家就在传 医院的四楼可能被诅咒了 这离奇的诅咒传言一直流传到9月20日 一名88岁的老人巴卷信雄死时 医院发现在他的点滴袋里有不一样的泡泡 才惊觉事情不对 便报了警 经过司法解剖 在巴卷信雄的体内检查出了消毒液 原因是中毒死 而在巴卷信雄死之前 18日还有一名同样88岁的老人西川 也死得很奇怪 结果一检查 体内也有消毒液 确认二人都是非自然死亡 很有可能是谋杀后 警方开始作为杀人案展开调查 经过警察的调查 在四楼的护士柜台处 还有未使用的50袋点滴 其中约10袋左右的点滴袋上 有被细针扎过的痕迹 医院方和媒体都纷纷意识到 当时横冰点滴杀人案 也成了骇人听闻的案件之一 因为一直没有抓到凶手 媒体也是追着医院的相关人员 各种挖线索 当时采访到一名在大口医院工作的护士 九宝木爱公 记者当时询问他 对于医院死了50多名患者 是否觉得有点多 九宝木爱公回答记者说 虽然觉得是有点多 但是因为是专门接受 十日不多的病人的医院 所以也不是很奇怪 在之后以杀人罪名正式被逮捕 九宝木爱公31岁 是一个看起来很普通很不起眼的人 而他的人生诡计 也真的是不能再普通了 嫌疑人九宝木爱公 小学时代一直居住于水护士 一家四口人 他还有一个弟弟 之后一家人随着父亲的工作 搬去了神奈川县 九宝木爱公进入当地的高中 这所高中致力于福祉教育 所以经常会有 与老年福利院之间的交流 当时的同班同学就觉得 九宝木爱公 可能会从事护士相关的工作 性格比较内向的他 在同学记忆中 是那种绝对不会在课上 主动回答问题 也不会主动提出反对意见 随大流的那种类型 高中毕业后 的确进入医院 做起了护士的工作 但一开始并不在大口医院 因为觉得当时工作的医院 可能会被分配到急救的部门 觉得很麻烦 就在2015年5月 转职到了大口医院 而对大口医院 九宝木爱公是没有任何不满的 而且因为都是 十日不多的病人 也不会经常抱怨 对于这份工作 他应该还算愉快 很多人要问了 那他为什么杀人 杀人犯总是有各种的理由 即使是无差别杀人 也会有一个导火索 可是在九宝木爱公身上 我们似乎看不到任何的杀人动机 他就这样不动声色 不痛不痒的杀了50多个人 被捕后 对于杀人罪证也没有否认 而是欣然承认了 至于为什么要用点滴杀人 理由也很简单 就是不想看到患者中毒后 痛苦的样子 希望他们在他不当值的时候死掉 在他护士服的口袋里 也检测出了消毒液的成分 用注射器装入消毒液 再放进口袋里 随后注射进点滴袋里 这也就是为什么 当时十多代点滴袋上 有睁眼的原因 在调查后 他也供诉了一个 听起来还算是杀人动机的理由 因为不想在自己当值的时候 有患者死掉 那样还要去给家属说明 觉得很麻烦 所以希望他们能在自己当值前就死掉 所以杀了50多人 直到被捕后 从九宝木爱公的脸上 看不到任何的情绪 没有害怕 也没有愧疚 这个在别人看来 也毛骨悚然的点滴连环杀人案 雄手却是一个 看起来如此普通的人 人生经历也看不出来 任何性格扭曲的现象 没有明显的仇视社会的心理 杀死这些老人 也没有得到什么金钱 也没有仇富 不要说个理由 仅仅是觉得麻烦 虽然进入大口医院的患者很多 都是时日不多的老人 可以和家人相处的时间 本来就不多 还被这样莫名其妙的人 以莫名其妙的理由给夺走了 如今 凶手终于落网 虽然愤怒不足以平息 但至少悲剧不会再继续 好了 本期的探奇录就说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可以三连加关注 青山不改 绿水长流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